6月15日,港媒报道,赌王二房太太蓝琼英上周六因癌症病逝,享年79岁 两年前的5月26日,一代赌王何鸿燊在养和医院去世,享年98岁 当时何家上下在医院门口开记者会,二姨太蓝琼英也有露面 她在儿子何游龙的搀扶下现身,作为家中的长者 二太并没有发言,而是让女儿何超穷何超贤对外透露,可能当时的身体就不太好了 为了方便家人扫墓,还打造了专门的通道 但二太的体力不支,下山时需要两个人搀扶上车,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据悉,蓝琼英出生于军人世家,她在14岁完成学业后与赌王结婚 当时按照大清律例,蓝琼英属于妾室,是合法的夫妻 而三房四房则没有这个手续,两人先婚之时,赌王对她宠爱有加 蓝琼英先后为赌王生下四女一子,不过子女的婚姻却不尽如人意 目前,有关蓝琼英去世的消息,二房子女尚未回应,最后也愿她一路走好 %&%&%&